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就和你們分享一下 我兩個幾星期前做的檸檬烤素 這瓶是6月15日做的 今天是7月1日 大概是16日左右 其實兩個星期左右都OK的 我是放室溫的 由於這陣子的天氣都比較熱 所以兩個星期左右都可以OK 我現在就給你看一下它的狀況 全部冰糖都溶掉了 還有有些檸檬為什麼有一點變啡色呢 就是因為有些位置碰不到糖 然後它就會變深色 但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保持著它 不要有水份 一些生的水 不要有生的水碰到 它就不會有發霧的情形 就沒有問題的 還有檸檬乾了是會變深色的 因為你們看到一些檸檬乾 都是深啡色的 是沒有問題的 好了我們現在 飲用了 就用一些乾淨的 器皿 即是 殼或之類 就不可以有水份 即是不可以濕了水 那你就可以把它塗上來 我就順便按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它的顏色 是少少好像 濃了少少的 不是說是純冰糖水的 因為其實它發酵過程 都會是有少少 好像濃了 但是很清香的 我大概是 筆一個湯匙 即是我們平時喝湯的湯匙 用一湯匙 接著就加一片檸檬 你每天就可以用這樣的份量來喝 而且由於它是酵素 其實 對於高溫 高溫的意思 我意思是用一些很熱的水 其實就不太適合 即是當你開它的時候 太高溫的水 就會破壞那些酵素 因為酵素是活性的 所以 我們最好就是用一些室溫水 我這裡就筆了 一湯匙的酵素 加一片檸檬 接著我加水 就會大概是加100毫升的水 因為如果你整個杯滿了 就是200多毫升 就會太過淡了 如果你想喝的味道好一點 我就會加100毫升的水 然後你就會去 即是刺勻它 好像喝檸檬茶 刺勻它 就可以了 攪勻就能喝 你喝完之後 連一塊檸檬都可以吃 是非常好味的 它有一種很香的 檸檬香味 也不會酸 但也有些網友就問 糖尿病患者 喝不喝得呢 由於做酵素 都真的需要糖分 如果糖尿病患者 有時真的未必適合喝那麼多 如果糖尿病不是那麼嚴重 喝少許都可以 你可以喝少一點 但如果你說 不是的 我平時一點糖都不可以喝 這個就未必適合了 這片檸檬我吃了 非常好味 那好了 片之後就要介紹我的做法 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就想教你 做一個可以全年都適合 我們飲用的一個健康飲品 而且這個健康飲品的好處 可以幫助我們皮膚美白 而且也是增強抵抗力 也可以令到皮膚可以白裡透紅 我們首先用檸檬 用三個 洗一下 其實檸檬的數目 你可以有四個五個都OK 我們首先用一些鹽 散一下外皮 再沖洗乾淨 然後就可以放在一旁 備用 其實檸檬就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它是有抗氧化的作用 以及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的抵抗力 所以 一般來說 它是可以全年飲用的 那好了 檸檬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用一些 廚房紙 抹乾它 又或者 你油放在室溫 封乾 都OK的 那好了 那些砧板 或者刀 最好用熱水 錄一錄它 因為我們做這個飲品 都需要一段時間 讓它發酵 我們在發酵過程裡面 就不想 有一些 不好的細菌破壞它 我們用熱水錄一下砧板 錄一下刀 就是消毒 然後就把檸檬切開 每個檸檬 就大概可以切七至八片 這樣 那你切開了之後 就 都要去核的 因為如果你不去核 有機會就會有些苦味 另外檸檬 它由於含甲 是比較高的 所以 亦是可以幫助我們降血壓的 如果經常飲用 都可以幫助那個血壓 維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 但是由於這個甲比較高 如果是腎功能不好的人 就要小心去 食用 那這次呢 我們做的 材料呢 其實都非常簡單的 那就是要檸檬 和冰糖 和一個 玻璃瓶 玻璃瓶 就最好是闊口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用一些熱水 綠一綠 那就是一個消毒的過程來的 我們扭上蓋 然後就搖勻它 然後倒出來 就可以用的了 還有呢 這個 做出來的 我們叫檸檬酵素 其實檸檬酵素呢 它還可以幫助 食物分解 和幫助消化的 所以呢 也建議這個檸檬酵素是飯後食用 以及 也是 非常適合一些 本身有消化不良 或者是喜歡 暴飲暴食 或者是個代謝功能 比較差的人 還有有便秘的人都很適合的 那好了 現在我們首先鋪了一層檸檬 然後呢 就一層冰糖 冰糖呢 我也是用一碗熱水 也是洗一洗它 那你用的時候呢 在熱水中 沖一沖 然後放進去 檸檬的面 然後呢 又再鋪多一層檸檬 然後呢 又再放一些冰糖 那我今次呢 用了三個檸檬 冰糖的份量呢 就是用了350克 今次做這個檸檬酵素呢 其實它裡面呢 含有很多益生菌 是可以幫助 腸的移動 亦是可以幫助 改善我們的免疫系統 預防感冒 建議呢 就是 飯後或者是進餐的時候 一起飲用 因為它本身都是 有些檸檬酸 這樣的 那好了 放完之後呢 我們最尾的那一層呢 都是冰糖來的 就是最尾面頭的那一層呢 都是冰糖 那好了 放完冰糖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蓋上蓋子了 那其實呢 這個酵素呢 可以幫助我們美白肌膚 亦是可以幫助 腸的餘動 亦是可以解決很多便秘的問題 所以呢 對於我們的身體來說呢 亦是 一個可以是一個 好好保健的一個飲品來的 還有呢 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 那你夏天的時候呢 你就 這個 這瓶呢 就可以放室溫啦 擺三個星期 就OK的了 那如果是冬天呢 就需要 擺上四個星期 即是一個月呀之類 那就是讓它發酵得好些 還有每一天呢 都可以拎開蓋子 等它的氣體走出來的 你每一天呢 拎拎鬆蓋子 然後就拎緊它 就可以了 還有呢 最好呢 就是 黏一黏的日子 讓自己知道你究竟是何時做的 還有呢 這個檸檬酵素呢 亦有很多 明星呢 都推介的 因為他們呢 覺得可以幫助他們的皮膚 漂亮之外呢 還可以幫助他們 Keep Fit 減肥的 那好啦 今次呢 我就黏了日子在這裏 那接著呢 你就可以看回了 如果夏天呢 大概是 兩個至三個星期左右 那就OK的了 放室溫就可以了 那之後呢 就可以是每天呢 就拌一些出來 有時連起那些檸檬片在一起啦 接著呢 開水 混合它來喝的 那 混合那個水的多少呢 就視乎你到時 你覺得那個酸 甜的那個程度呢 就跟自己的那個喜好啦 那好啦 今次的分享呢 就到這裏了 那如果喜歡有條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channel 我亦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